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孙律教稿 茂斯图编辑 年发回顾中国历史 有一条始终不变的矛盾逐线 就是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对抗 这不是吃素的中央之国 曾经有过风狼居须 那时间人的贺色武功 也曾有过永家之乱 靖康支持崖山海战的惨烈回忆 直到明朝还爆发了土木堡之病 贝鲁与南国并列 始终是威胁明朝外不安全的重大问题 但是到了新朝 困扰中原王朝数千年的草原威胁 仿佛突然消失沉寂了 这是为什么呢 农耕帝国与游牧不禄的永恒对抗 大约在八千万年前 印度洋板块开始加速不断北移 将亚欧大陆板块碰撞 挤压逐渐形成了青藏高原 是为喜马拉雅造山运动 从此大山两边成为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青藏高原的隆起 同时压迫抬高了黄土高原 内蒙古高原和云桂高原 造成了我国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形地貌 同时也破坏了我国北回归县附近的大气环流和气压带 出现了与北半球其他低纬度地区截然不同的环流形势 进一步加强了夏季东南季风的势力 因青藏高原的存在 令华南和北印度在同纬度比较下是那么的湿润 然而东南季风不能无限深入大陆腹地 因此以400毫米降水线为季 东亚大陆形成了干湿两种气候模式 也衍生出绚烂多彩 形态久异的文明形态 看一下东亚和南亚的农业区分部 东北的大小新安岭森林带居住着渔烈民族 蒙古高原周边的草原 运了游牧民族 西北的塔里木盆地和天山南北的驻律州 诞生了农牧混合民族 西部的青藏高原 养育的高寒游牧农业民族 西南的云桂高原滋养了山地农耕民族 中东部的内地地区 则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农业文明 是的 中国很大很大其中 农养民族与大漠南北的游牧民族对抗是主要矛盾 红秦与匈奴对峙开始 以长城为戒 形成了难有大汉 非有强服的对峙局面 强盛的中原王朝如秦 汉 随 唐 明 曾经多次出击蒙古高原 打垮了称雄一时的草原霸主 但是终究无法长久占领 反过来 勇猛的草原民族 如匈奴曾经轻抚西进 北魏印马长江 今朝灭亡北宋 直到元朝统一全国 这是草原帝国第一次拿下了整个长江以南 世界1368年8月 明军攻入大都城 汉族农耕文明再次复兴 明成祖朱蒂时 武次北征蒙古 明朝武功看上去达到了吉盛 但是随后不久 蒙古西兵集还以颜色 先是瓦剌大破五十万明军 俘虏明英宗 继而达达复兴 威胁九边 逼迫明朝重开户室 困扰中原王朝数千年的北方草原威胁 仍然难以消除 帝国强盛之时 定督北京可以方便控制蒙古 与东北诸部帝国趋于衰弱 使北京就成为敌人可以以击命中的要害后金崛起 蛇吞大象十七世纪初的中国大陆 大致有三股势力 逐步衰落的明朝 四分五裂的蒙古诸部 悄然不清的后金王朝 若论综合实力 明朝五一是最强大的 但是帝国内部危机重重 党争的不断上演和皇帝执政思路的不断变化 让情况变得尤其复杂 如果没有东蒙古诸部的支持明朝的辽和以东的控制 将是很脆弱的 底图来自中国历史地图级 蒙古诸部依然保持强大的战斗力 但是政治上互不同属 相互厮杀 以大漠为中心 南部为漠南蒙古 主要有科尔沁 查哈尔 土莫特等部落 大致涵盖 在金内蒙古自治区 大漠北部为漠北蒙古 为喀尔卡诸部 主要有车陈汉 土斜图汉 扎萨特图汉等部 大致涵盖金蒙古国全境 大漠 以西各部称为墨西蒙古 及维拉特蒙古 有准干尔部 特朔特 普尔沪特等部 大概分布在内蒙西部 青海和新疆天山以北地区 如果撇开控制很弱的 东北和西藏大明的国境线 真是被蒙古诸部 压着打的后来 青海 西藏地区 在明末位和朔特部统治 形成了面积广大的 和朔特汉国 准把尔部消灭 南疆叶尔枪汉国 统一天山南北 西部一众大汉国后今 清朝虽然与万历末年 强势崛起 但仍然是势力 最弱小的一方 却上演了 蛇吞大象的好戏 从时段上 清朝统一中国大陆 大概分为五个阶段 一是从努尔哈赤崛起 到1636年清朝建立 这一时起 漠南蒙古诸部中 最强大的 当属林丹汉统治的查哈尔部 他意图统一蒙古诸部 争霸天下 但是诸部与林丹汉有很深的矛盾 后今从与科尔信部结盟开始 不断通过联姻结盟 威胁利诱等政策 扶此一笔 各个击破 蚕食墨南蒙古诸部 最终与林丹汉进行决战 并将其击败 破使后者远顿客死青海 1636年 林丹汉的儿子和遗双 奉上元朝传国遇系 漠南蒙古十六部四十九领主正式臣服 尊皇太即位蒙古大汉 伯格达彻沉汉 在法里和明义上 称为草原文明和余力文明的共主 实力大增 先击败明朝的两大盟友 蒙古 朝鲜京城就完全暴露 在满兴铁骑之下了二十从1644年 辱关到1683年收复台湾 整合完成后的清朝 利用李自成进京 明朝国力残破的机会 率领满洲八旗 蒙古骑兵以及心腹汉军 以秋风扫落叶之势 四十年间 当平了李自成 张献忠 南明诸王 三番 明正等势力 成为了东亚大陆力量的代言人 三是从1684年到1691年 逐步统合卡尔卡逐步 在林丹汉之外 墨西蒙古准嘎尔部的嘎尔丹 是另外一位 致力于统一蒙古诸部的人物 准嘎尔强势崛起 严重威胁卡尔嘎 三部 后者不能抵挡 南下多伦与康熙帝会盟 请求保护 清朝击败准嘎尔后 在外蒙分社蒙齐 外蒙古地区归顺清朝 卡尔卡人民为了报仇 什么都愿意做 四是从1692年到1724年 清朝完成对清藏高原整合 明末 青海和朔特部故事汉派兵入藏 击杀西藏日卡德的藏巴汉 建立了和朔特汉国 1717年准嘎尔部入侵拉萨 击杀和朔特部拉藏汉 清朝派军进藏 施主准嘎尔部 开始对西藏实行有效统治 随后 和朔特部罗布藏担心 在青海举兵返清 被庸正帝派兵击败 青海也纳入清朝版图 五是1725年到1759年完成统一 准嘎尔部历代首领力图建立起 涵盖内外蒙古 清海 新疆 西藏的准权 并且一度接近成功 康熙第三征嘎尔丹 只是暂时压制了准嘎尔锋 其后到侧望阿拉布坦 嘎尔丹侧灵时期 双方时战时和 各有胜败 1757年 准嘎尔末代大汉阿穆尔撒内病死 俄国向清军交出其尸体 1759年 清军进军塔什嘎尔 控制新疆全境 历经顺 康 庸 前四代君主百余年的努力 统一大业忠告完成 总结清朝成功的秘诀 马克思 曾经这样点评印度 在大家这样混战的时候 不列颠人闯了进来 把他们全都征服了 同样 在草原和汉的数千年的征战 厮杀之后 清朝崛起于东北 将两者完全征服 并统一于一体 回头来看 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总结一下 清朝前中期的成功 主要有四点经验 一是恩威并施 在恩乐方面 表现为联姻结盟 对蒙古贵族宠之以风诀 一之以殷亲 建立我牢不可破的满蒙同盟 著名的孝庄太后 即为蒙古科尔信不仁 到死都在寻找 科尔信草原的孝庄太后 在威的方面 一方面是武力震慑 比如清帝立行的木兰贝利 一个重要目的在于 是蒙古部落卫威 怀德 另一方面 将原先以部落 为单位自由迁徙的蒙古民众 严格的固定 在以其卫单位的小块领地内 严禁自由流动 有矛盾只能找新朝政府 失去竹水草而居的流动性 加上喇嘛叫的麻痹 纵横千年的草原 全民族终于被驯服 既是皇帝 又是可汗 二是借力打力 清朝诸帝 善于最大限度团结 利用自身以外的力量 早期编蒙古八旗壮大自身 吸收了蒙古诸部军事力量 统一中原时 驱使吴三贵 红成仇 孔有德等位马前卒 为与巴尔丹决战 康熙皇帝从1690年开始 用了六年时间做准备 借助汉的力量 通过内蒙古的五路驿战 将后勤补给圆圆 不断地送到前线 对嘎尔丹形成绝对有事 康熙王朝里 康熙亲征 嘎尔丹三是因素而至 在清朝主观之前 边疆地区各政权 已经有了其各自的政治体系和风俗习惯 因此用任地明令 对边疆统治要从俗 从以各安其习 对于东北 实行军府制 涉将军管辖 在蒙古 实行蒙其制为主 军府制为府 其位基本单位 之上位蒙 分别由蒙古王公担任主官 在新疆汉族聚居区实行郡县制 维吾尔族聚居区实行伯克制 由穆达哈萨克 蒙古初步及哈密 托鲁班维吾尔人实行扎萨克制 在西藏 达赖与班禅两大活佛病例 形成宗教贵族与驻藏大臣 协同管理的西藏嘎夏体制 一国多治 四十五例后盾 一般的边疆地区不足力量 清朝皇帝注重最大先度 利用怀柔收复对手 但是如果对方不肯接受清朝的统一政策 或者反过来进犯 时已进行武力对抗 那么清朝往往不惜兵戎相见 据资料显示 从顺治元年1644清入关算起 到乾隆24年1759 彻底统一天山南北的115年间 清朝南下中原 统一新疆加上对西藏的用兵 大小贡百余战 耗费白银估计超过一亿两 最终在清朝中西 中国版图东西大海 西至聪领 南达曾母暗沙 北跨拜兴安岭 西北到巴尔喀什湖 东北到库叶岛 总面积达到了1380多万平方公里 成为了中国古代对版图控制最严密 最完善的一个王朝 你在拿克尔县草原 据说地球人民都关注 分享我局了 V地球知识局 微信公号 地球知识局 M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